大家好 我是来自于华为开源能力中心的江宁 今天我报告的题目是开源共同体培育之路 首先给大家简单建造一下我的开源旅程 2006年机缘巧合 我在Aona参与的项目Celtics和Xfile合并成为SXF 并捐献给了ApaC软件基金会 我作为SXF的初始提交成员成为了ApaC的Committer 随后我又参与了ApaC Camel和ApaC Service Mix开发 一步一步的成为了项目的Committer和PMC成员 2010年十分有幸我被推举为ApaC软件基金会的会员 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加入到红帽软件 然后继续是从事前面提到的这些ApaC项目的开发工作 2015年我申请成为了ApaC复化器的导师 先后参与了RockinMQ和Wix这两个项目的复化工作 2017年初我加入到华为开源能力中心 主导了ServiceComm的对外开源工作 因为当时国内项目复化的导师比较少 为了积累和分享项目经验 帮助更多来自于国内的开源项目 我作为复化器导师先后参与了Skywalking Doris Shardingsville 以及IoTDB的复化工作 后来呢 我又作为项目的领路人 主导参与了APS6 神语和Kubit项目的复化 随着深度参与到ApaC项目的复化 我深刻理解到 培育开源共同体 Open Source Community的重要性 在国内 Community往往会被翻译成为社区或者社群 但是在开源的语境下 我觉得共同体会更合适一些 因为在开源共同体中 既有开源项目的生产者 也有开源项目的消费者 一个共同的目标 把大家联系在一起 那就是要把开源项目做得更好 2020年 我联合前面提到的 项目的核心的开发人员 一同成立了ApaC Local Community北京 ALC北京 目的是为了推广ApaC的开源文化 通过举办活动 将本地的开源开发者和用户 聚集在一起 通过分享开源开发经验 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 ApaC的项目开发中南 为了更好达到这一目标 今年我带领了ALC北京的同仁 成办了这次ApaC亚洲2021大会 开源项目最有价值的是人 而开源项目把这些人有机的 凝聚了在一起 依靠众人之力 我们可以做到一个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我发现这些ApaC孵化成功的这些项目 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围绕着这些项目 建立起了一个有机的开源共同体 这些健康的开源共同体 为开源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最近几年我在公司内外 以孵化器导师的身份 参与了多个开源共同体的培育 接下来我会为大家分享我的实践心得 首先介绍一下我眼中的开源共同体 这张图是ApaC孵最吸引开发者的一项活动 就是在开会的那几天时间里 大家可以聚集在这样的这种圆桌周围 来做面对面的这种编程的工作 我是在2007年第一次参加ApaC孵的时候 就被这样的这种场景所吸引 然后被这样一群开源项目的开发人员的 这种忘我的热情受感染 我一连写了两天的代码 这种用思维的碰撞和编程实现 带来的这种双重的愉悦 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在我眼中 开源共同体是一群热爱开源的人 他们对开源项目 或者对开源相关的活动 有非常高的热情 他们专注于自己感兴趣的领域 他们可能是某一个开源项目的用户 也可能是某一个开源项目的核心看翻人员 对项目的共同兴趣爱好 让他们走在一起 和一同 自同道合的人 开发出足以改变世界的开源软件 这是一个由互联网连接而成的 全球化的虚拟组织 大家在分享信息的同时 相互协作 秉着开放透明合作共赢的态度 一同创造足以改变世界的开源软件 开源共同体具有良好的写作精神 也对人友善 乐于助人 有很强的共同体归属感 人类社会能发展到今天 基于交换而形成的分工体系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那我们在开源共同体中 又在交换些什么呢 在这里我要给大家推荐 埃迪纳温格的 Cultivating Community of Practice 这本书 这本书的中文译名 如图所示 这个是知识社群 鉴于我们前面对 Community的翻译的选择 我们还是用知识共同体 来指代Community of Practice 在这样的知识共同体中 大家交换的是 彼此的知识和信息 知识在分享的过程中 并没有被消耗掉 而是在分享流转的过程中 又创造出了更多的知识 随着知识的普及 知识的创造者 将会获得更大的价值 我非常喜欢这本书的副标题 将个人知识融会成为集体智慧 在我看来 共同体最大的魅力 就是依托于互联网 建立起了一种高效的知识分享 和创造的体系 让我们可以高效的进行协作 让每个人都可以在他人的技术上 进行创新 将个人的知识融会成为集体的智慧 在书中 对知识共同体的定义 能够很好的诠释 我们前面所说的开源共同体 知识共同体就是这样一群人 他们有着共同的关注点 同样的问题 或者对同一话题的热情 通过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相互影响 深化某一领域的知识 或者专业技术 知识共同体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领域 实践 还有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共同体 这种结构 同样也适用于我们的开源共同体 开源共同体 也是一个知识共同体 这是一群对开源项目或者开源相关话题 感兴趣的一群人 他们依托于开源共同体 相互交流 相互影响 通过各种实践不断深化 对开源领域的知识和专业技术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 开源共同体的领域是什么 领域就是我们的开源共同体 最关心的问题 可能是某一项开源技术 或者是开源项目也可能是和开源项目 治理相关的话题 例如下面我们举的这个例子 就是在阿帕奇软件基金会 孵化器中有一个叫做 Generate的邮件列表 里面主要就在讨论跟项目孵化相关的话题 无论是捐献的项目的提案 还是跟捐献相关的知识产权处理相关的问题 又或是孵化项目发版合规的问题 只要和项目孵化相关 就可以在这里讨论 领域让大家聚集在一起 讨论彼此相关的话题 相互学习 共同成长 领域使得大家的行动具有价值 领域创造了一种共同的感觉 共同的领域激发了大家 对知识和发展实践的责任感 找到一个大家都关注的领域 可以让我们更容易建立起开源的共同体 共同体给了我们一个沟通交流的机会 我们可以通过邮件列表 线上或者线下的会议 与共同体的成员进行交流 建立彼此紧密的联系 这张图是18年 阿巴奇抗北美峰会之后 大家聚餐的照片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身影 这张图是2020年我们LC北京第一次线上会议的截图 可以看到大家的交流热情还是很高涨的 开源共同体创造了一个学习的社会结构 一个强大的共同体可以培养互动的这种精神 然后培养基于尊重和信任的关系 它鼓励大家分享想法 暴露自己的无知 然后提出困难的问题 并且仔细倾听 学习既是一个智力的过程 也是与共同体归属相关 既需要个人的头脑 也需要集体的智慧 共同体的成员除了日常的交流沟通以外 他们还在参与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 那我们来看看是什么 那就是实践 通过参与过开源项目的开发的同学 可能都知道 我们只看书不进行编码 是不进行编码实践是很难 深入参与到项目中来的 那在开源共同体中 大家通过Git来管理代码 通过邮件列表 Gira或者是GitHub Issue 来进行问题的讨论 通过CodeReview来传递 跟态码相关的开发知识 通过Wiki来分享文档 依托于这些工具的实践 可以让开源项目的参与者 在分享知识的同时 通过相互之间的交互 迸发出新的思想火花 通过实践 不断加深对开源项目 特定领域的认识和理解 从而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 在组织内部培养开源共同体 我们主要的目的是为了 打破原有的组织边界 能更好的进行写作 结合到我前面在阿帕奇 这个开源项目的辅导经验来看 要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入手 第一个就是要把人聚集在一起 第二个就是要实践一些基本原则 我在后面会给大家详细介绍 在真正培育开源共同体之前 我们需要结合利益的相关方 找到相关的价值点 在组织内部构建开源共同体 我们还需要寻找到一些价值点 以推动相关的利益方 知识共同体的价值 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 我认为下面这三方面的价值 同样适合于 适用于我们的开源共同体 很多时候 由于这个知识的阻碍 导致于各个部门 都在做重复的工作 知识共同体有利于 我们打破组织的边界 把分战在各个部门的局部经验 和分割的专家联系在一起 借助于知识共同体 可以让我们的知识 能够更好的流转起来 接下来就是 采用这种跨团队 共建共享的方式 来解决重复的商业问题 这样的话 我们知识共同体的商业价值 就体现出来了 最后 知识共同体将大家的职业发展 和公司的战略联系在一起 知识共同体为大家提供了 一个不断充电的场所 同时也为公司的战略布局 提供了人才保证 大家可以通过在知识共同体的 实践活动中 不断加深对专业知识的认识和理解 分析完价值的问题之后 我们来看一看 怎么把大家聚集在一起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个就是找到 一个大家都共有的痛点问题 当我们发现自己无法独自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往往会成为合作者 这种通用的痛点问题 可以把不同的组织 个人都凝聚在一起 驱动大家一同去解决问题 一个明确的目标 就是驱动力 它使得我们能够专注任务的执行 而不被其他的干扰因素所影响 在目标制定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找到一个黄金的分割点 就是它这个目标大到足够重要 小到我们可以做到 北行的列车呢 是一种直觉上对合作产生的信心 让大家意识到合作所带来的价值 开源项目的MVP 最简可用可行产品这个原则 让大家能够尽快看到项目的价值 鼓励大家参与其中 这个就是我们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方式方法 为了让聚集在一起的人 能够产生更多的连接 我们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减少大家参与的门槛 无论是吸引更多的关注者 还是提升开发者的体验 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一般来说 我们可以通过编写快速入门手册 设置新手任务 帮助安排入门指导培训等手段 来降低大家参与开源项目的门槛 帮助参与者找到共同的兴趣爱好 共同的兴趣爱好 可以让共同体更具有凝聚力 让大家从共同体的实践活动中 看到价值和收益 从而进一步增强对共同体的归属感 定期的这个meetup 或者是一对一的交流 可以让我们彼此了解对方 然后更容易也能找到 共同的这个兴趣爱好 共同体成员日常交互过程中 如果我们能提供非正式的指导 不但可以把领域知识 能够更好的传递下去 同时也可以极大提升 参与者的实践的效率 增加新人的这个实践的这种信心 并且呢也可以拉近 更容易拉近共同体之间的 这个成员的这个 共同体成员之间的距离 构建更加和谐的共同体 最后就是让贡献者意识到 他所贡献的价值 这样可以鼓励贡献者 持续参与贡献 而共同体成员发自内心的认可 是对贡献者最高的精神奖励 对于参与开源共同体的新人 我这里有几个小建议 第一个是带上你的问题 在共同体中寻找帮助 好的问题对问答的双方都是十分有价值的 提出实际工作中遇到的痛点问题 你将在开源共同体中 找到很多跟你有同样经历的小伙伴 通过问答交互 可以让我们彼此了解对方 让我们更快的融入到共同体中 从提问题到回答问题 我们在分享和积累知识的同时 可以为共同体做出贡献 这样大家的连接就会更紧密了 通过共同体中的具体实践 我们这些互动 我们建立起了这种信任关系 然后基于这层信任关系 我们可以更有效的进行协作 共同体成员彼此之间的这种信任 建立是需要时间的 而建立信任的过程 就是融入到开源共同体的过程 当然 共同体的人群的连接不是一出而就的 我们是需要共同体的促进者 来做连接和润滑的工作 而共同体的促进者总是充满着热情 他们关心共同体内外发生的一切大事小事 操持着共同体内外的事务 他们对我们的领域充满了热情 他们有很强的人际交往能力 以及洞察力 他们能够快速识别大家的诉求 充当年纪纪 对接各种资源 让共同体能够更有效的运动 协作起来 他们充分了解共同体的动态 计划和推广共同体的活动 帮助共同体建立起实践活动 如果大家想要培育好开源共同体 一位充满激情 认真负责的共同体促进者 是必不可缺的 接下来就是定期的线下活动 虽然我们可以在线上完成大部分的工作 但毕竟人还是社会动物 我们需要通过面对面的沟通 来更好的了解彼此 通过线下面对面的聚会 可以让我们更好 有更多的机会来做深入的交流 从而找到更多的合作空间 这张图是在疫情之后 NLC北京的第一次线下聚会 虽然在活动之前 我们已经开了接近十次的会议 但是线下的会面 让我们能与很多的 这个阿法奇项目的开发者 用户快速建立起联系 并达成合作意想 讨论完把人聚集起来的问题之后 那我们就来再谈一谈 培育开源共同体需要遵循的原则 阿法奇软件机会作为开源共同体的共同体 总结了旗下开源项目运作的成功指导 我们这里面提出来是阿法奇位 阿法奇位主要由以下几方面来组成 第一开发透明 第二任人危险 第三就共同体 这些原则呢 也是我们作为阿法奇孵化器导师 在项目孵化工程中重点考察和指导的内容 个人觉得如果我们要培养一个和谐 有机健康发展的开源共同体的话 我们需要深入理解这些原则 并且把这些原则应用到我们的共同体建设 发展实践中 开放透明 是保证开源共同体高效运转的基础 在阿法奇软件机会 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只有在邮件列表发生的事情 才真正发生 因为阿法奇是一个全球化的虚拟组织 由于时差的关系 基本上很难找到一个大家都方便的时间来开会 那因此 邮件列表这种异步的沟通方式 能比较好的帮助我们来解决这些问题 只要我们每天关注阿法奇的邮件列表 我们就能随时了解到 阿法奇各个项目的最新动态 并且随时参与其中 来发表我们的意见 大家也许会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就如果你跟一个人不熟悉的话 可能不太会给他发邮件 邮件列表呢给了一个虚拟的对话空间 接收方是一个虚拟的倾听者 他背后是一群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的人 这样呢通过邮件列表可以帮助我们打破 刚刚提到的那种新人的那种僵局 另外呢邮件列表把我们的沟通讨论 都以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 并且以存档可检索的方式向所有人开放 这样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很方便的了解问题讨论的上下文 并且随时参与到问题的讨论中 这样就极大提升了我们的沟通效率 因为我们在阿法奇软件基金会向基础设施 提交项目创建申请或者是为committer申请权限为例 我们只需要在对应的公单上附上一个投票决议的 就有邮件投票决议的存档链接即可 我们不需要很繁琐的那个评审流程 或者进行过多的解释 开放透明带来最大的好处就是推进了知识的积累和分享 大家知道知识在传播的过程中是可以实现增值的 并且不断提升知识的可用性 个人觉得这是开业项目为什么能蓬勃发展的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跟开发相关的所有信息我们都记录下来 在这种环境下 无论代码是代码的修改还是问题的讨论都是可以追溯的 这样就极大的降低了大家进行协作交互的成本 同时开放透明还促进了创新 新的技术或者创新的想法 在一个开放透明的环境中进行验证的话 是非常好的 开源项目是新技术的最佳孵化场所 同时也让我们能够在别人的技术上进行改进 并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样可以让更好的点证能够胜出 Maritocracy Maritocracy认为先就是按照能力赋予权力 而不是靠金钱或地位来获得权力 开源共同体的成员往往是来自于不同的公司 他们很难用传统的升职加薪的方式来进行激励 这种把代码提交权或者是投标的权力赋予实际干活的人的治理方式 特别适合于志愿者团体 在这里我借鉴了Kevin对Maritocracy的描述 Maritocracy鼓励大家站在整个共同体的福祉的角度上来去想问题 在这种指导原则下 我们的整个组织氛围就会特别好 大家不会因为只关注自己的眼前的这个阴头小利而拒绝合作 也不会因为没有拿到授权就放弃掉 如果一件事情对整个组织有很大意义的话 那这件事情就值得去做 因为这么做所积累的功绩是可以赢得大家的认可和尊重的 大家通过对组织做贡献 赢得开源共同体的认可的这种方式来积累功绩 整个功绩系统呢又是开放透明的 大家的贡献都是有目共睹的 在授予权利的过程中 共同体成员的评议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真正贯彻了财配其位的原则 开放透明 任人为闲 可以帮助我们构建一个比较公平的协作环境 构建有机健康的共同体 还需要从重视共同体建设入手 与代码开放相比 我们更看重的是开源共同体的建设 把发展共同体的优先级放到第一位 鼓励大家长期合作 这是保证开源项目可持续发展的第一要务 可持续发展的开源项目 不但需要发展足够多的开发者和贡献者 也需要这些开发者贡献者 能够在一起进行长期有效的协同工作 这些开发者贡献者在持续维护代码的同时 也需要对共同体进行有效的自我管理 在阿帕齐复化器辅导项目的过程中 我们一直都鼓励项目通过项目管理委员会来进行自我管理 培养大家通过协商投票的方式来达成一致 拒绝一人堂 在进行投票之前要进行有效的沟通 这样能比较容易的达成一致的这个意见 总结一下 在这次分享中 我们将开源共同体视为知识共同体 然后应用了很多知识共同的理论 对如何培育开源共同体提出以下建议 一个是要想尽一切办法 把大家都聚集在一起 然后通过实践开放透明 以及认人为贤的理念 去构建一个和谐健康的开源共同体 最后引入本次大会的主题 Let's grow the community together 来结束我今天的分享 欢迎大家通过聊天窗与我互动 后面几天我也会在线上 欢迎大家跟我打招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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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招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